大家好,又回到齊學股斯文的時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詞 就是王哲的海爺 王哲這個名字,如果大家是廣東人 可能相對都會比較熟,因為他真的是廣東人 王哲是順德人,是一個明末清楚的 是一個文人,也是一個甲同盟會成員 所以大家聽起來好像很熟悉 有讀中史,有人會接觸到王哲這個名字 因為他最終都是入了同盟會搞革命的人 當然,他除了這個新聞之外 他本身就是有一個著名的文學團體 另外就是藍舍的成員 藍舍成員通常大家很熟悉的名字 比如蘇曼樹、潘飛星等等 這些名末清,所謂清目文初的文人 很多都是藍舍的成員 入別當中很多都是支持孫生革命那一邊 當然就包括這個王哲 如果說起王哲的新平 剛才提到,他本身是藍舍 最後是入了同盟會 他入了同盟會之前 當然本身是支持革命那一邊 包括他譬如,譬如贊助 於又入去搞神州日報 然後他搞天文日報 廣州宣報等等 這些在文國前後的報紙 這些全部都是有立場的 就是支持孫生革命那一邊 所以其後他也是反對袁世凱的 他絕對是一個廣東出名的所謂詩人 他有一本《兼家留詩》 就是收錄王哲的詩 因為有一本《廣東近代文學詩》 提到王哲的詩絕對是用 《辛亥革命前後》作為一個 作品所謂風格的分水量 你會看到在《辛亥革命前》 相對比較激進 但《辛亥革命後》 這個環境相對比較沉屈 可能會不會是《辛亥革命》的狀態 也有 也說不定 因為這樣《辛亥革命前後》 雖然是風格式的主面 裡面的《蓮子》 用點等等 這件事是沒有變的 所以相當於自然 我們一起看看他的首《海爺》 海爺很有趣的就是 有一個 他講到什麼時候寫 我看是他在之下才提到的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看下去吧 又去 又去 後面很有趣的 提著《丁薇作》 最後才說 什麼時候寫這首詩 他寫這首詩的時候 《丁薇作》 即是1907年 當年是光水33年 還未到《辛亥革命》的時候 他當時還未入同盟會 當時他已經是 之前介紹過的 他之前一直都是 站在孫冬山 即是革命那邊 而不是 涼體超 那邊 即是《君主立騎》 那一邊 如果看回 《劉詩》 《王節》的詩選 後面《王節》的年譜 就會提到 那一年 他是剛剛從上海 回到廣東的時間 所以 我看這首詩的時候 很明顯就是 他是在上海 回到廣東的坐船 那個時候 可能是 有晚上在海上 晚上 可能就寫了這樣的作品 原來 在那個時間 即是 要看回程中山 對他的分析 就是 黃節通常都是 在上海 廣東的往返 通常都是坐船 所以 這首 儘管是 在《王節》 詩裡面 相對 可能那個 詩想也會比較簡單 作品 但是 裡面 因為 1907年 是個不簡單的年份 所以 裡面 他的文字 都會隱含著 所謂的 深度 剛才提到 他是由上海 回到廣東 所以 不重 就指上海 一開始 已經講到 時間和景象很清楚 那一年 除了 上海回到廣東 他剛好經歷了喪治之痛 兩樣東西加起來 所以 感嘆 加起來 上海回到廣東的海 你想起地圖 就會想到怎樣走 那 很大機會 只會看到海上 所謂 淒清一片 而且 不只是一次半次 又去 又字 已經反映了 內往 其實很頻繁 經常要這樣 來來回回 那 這段 這段 文字 亦都反映到 他對 所謂 革命前前後後 因為 大家知道 新的革命1911 是食工 之前 全部起義 都是失敗的 所以 那個申請 自然會更加 所謂 沉重 然後再看下去 長燈 賭照 交人出 天莫 低章 如所明 夜莫 低水 當然 有機率經過岸的時候 可能會看到 所謂 如火閃閃 甚至乎 你會看到賭影 會不會有美人魚 所謂交人 即是人魚也 這裏有個典故 即是將華的博物志 有提到 交人 所謂的 人魚 在南海 即是廣東 這裏 差不多到廣東了 又看到 真貴的鏡頭 當然 這種 現實上 沒有人魚 所以 這種 純粹就是 人 在海上 日有所思 夜有所無可能 反映出來的 景象 接著 遠赫 一周 同契術 歸寒三日 過鈴丁 這裏有個契字 就是民族士 指雙交雙 過鈴丁 大家自然想起 笨天牆的 過鈴丁羊 那個 鈴丁羊女 探鈴丁 但 這裏也可以解釋 黃宗憲的 《不忍遲晚遊》 就是那個 那個 典故 其實 寫了這麼長 這麼多的文字 其實 上海去廣東 是多久呢 三天 三天 就回到廣東了 而當時 當然是有人跟他一起走 所以 遠赫 一周 同契闊 有朋友陪的 不是沒有朋友陪的 為什麼他會用到 黃宗憲 甚至乎 文天祥 這個 寧丁的 典故 套用 程中山教授 對他這首詩的 分析 就是 希望達到什麼 就是 專門用這個典故 因為文天祥的意思 都是抗擊那個 古 是不是 套用這裏 就是 也起碼 革命 早點來 啊 好像三天 那麼短暫 好了 最後到最後一段 從三天到三天 就凡斯問 到東南近有兵 上海去廣東 雖然短短三日 但是中途會不會停站 一定會有停热干站 或者會有加水 或者買船飛 在中途站 等 總之每一個站 他就會問 水手 東南方有沒有戰事起義 或者叫暴動 就問誰呢? 問水手 凡屍的意思是水手員工 他這樣不停地去打探 其實他應該是多少就知道 孫中山他們什麼時候會有教作 如果你說孫中山這麼多次的起義 原來是1907年到1908年那段時間是最多的 大家看維基巴科大概有五六次的起義 當時這些起義當然是秘密插畫 但事前會不會知道呢? 包括王節也是有機會知道的 所以就會憂心了 究竟行不行呢? 因為通訊是不方便的 不要時間你手機會看到馬上地震 就收了短訊 以前不會 所以王節坐船 每到一站 就要八卦一下 又沒有這樣的機率 當然這麼關心 結果最後會下水 所以這首詩是2007年寫的 1909年 他就加入同盟會了 所以整個立場 人的心態也是相當明顯的 而且你讀起來 你會覺得有一種黑 相當就會激惡 正如我之前說過 人對他的分析 那 尚首詩 是否真的這麼激昂呢? 那大家讀完了 Buffin的感情和Buffin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下次繼續和大家組裝古詩文 那就是這樣 拜拜